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忍不住全网恶评的他就找了圈内顶级化妆师唐一给他报改装造 只为了力证自己不丑 在剧中不好看全音造型不行 奈何网友都不买账 且导演蒋家俊还没发声 剧组化妆师就忍不住和人民杠上了 真要叫真的话 其实作为观众的小银子我认为 玉谷摇人民古装的翻车 化妆师和人民本人 包括导演其实都有责任 首先说说人民 原著朱颜容貌描写 肤色雪白 超越年龄的惊人的美丽 艳明波与西荒的 人民本来颜值就不足够 再加上演朱颜时不自律胖很多 上镜就更灾难 因为变胖就会腮帮子圆了 鼻子也肉了 加上他的脸型本来就是短宽脸 就更不上镜了 要想上镜 用秦岚的话来说就是 真正上镜的演员 私底下看都瘦的都跟鬼一样 都不好看 那时任敏的体态正好相反 身材臃肿 头重脚轻 毫无轻盈飘逸感 加上上镜显胖显笨重 演员面部应见本来不惊艳 好的装造还能弥补一下 装造本来就是服务于演员的 奈何这部剧的装造确实拉垮 形象的重要性不以而喻 一个合适的造型往往能够为演员增色不少 对于任敏来说 他的面部特征决定了 他更适合露出额头的发型 当其刘海遮住了他半张脸时 不仅没有起到修饰的作用 反而让他的鼻子显得更加突出 给人一种比例不协调的感觉 在玉谷窑这部剧的装造中 这一点尤为明显 由于任敏自身的发量不足 造型师往往需要借助发包来垫高 以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 然而在玉谷窑中 由于种种原因 任敏并没有选择揭发 这无疑增加了发际造型的难度 没有发包的支撑 贴头皮的发型让整个头部线条显得生硬 缺乏柔和感 齐刘海的设计更是雪上加霜 他遮住了任敏的额头 使得视觉焦点不自觉地 集中在了他的鼻子上 这样的造型 不仅没有扬长臂段 反而放大了他的面部缺陷 而在聚集后期 虽然尝试了邪刘海的造型 但效果依旧不尽如人意 邪刘海非但没有为任敏加分 反而让他的脸看起来更短更顿 丝毫没有彰显出他的优点 这样的装造 无疑是对任敏形象的一种损害 一个好的造型应当是能够突出演员的美丽特质 而不是让缺点更加明显 任敏的例子告诉我们 发型对于一个人的形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 不仅能够提升颜值 更能够增强自信 让演员在镜头前更加光彩照人 在未来 任敏或许可以尝试更多露出额头的发型 或者是在造型时加入发包 以改善头型比例 让整体造型更加和谐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的美丽得到更好的展现 也才能让观众看到一个更加完美 更有魅力的人民 装龙也是 人民本来鼻子大有木偶纹 还给他画大红唇 鼻梁鼻头羞龙太立体 视线焦点都落在口壁那块 加上浓眼妆和高领服装 显得演员脖子短脸圆全是缺点 而导演会拍帅哥 比如实影装造摄影都很给力很帅 但是不太会拍美女 画面糊糊的 衣服也都是白白一片 妆容油 就连美女王楚然在这剧中 都不如其他剧经验 女星单纯的气质都没拍出来 尤其是任敏一开始对脸拍 真的对观众不太友好 小银子我真心觉得 任敏打扮得越素越好看 她眼灰柔实发型 更头包脸 刘海更清爽更蓬松 视觉中心在眼睛 庄龙也是突出眉眼淡化鼻子 趁得她楚楚动人又脆弱又倔强 真有种说不出的美 剧集的落幕 如同一场盛宴的结束 演员们的形象 往往会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对于任敏来说 她在剧中的表现虽然精彩 但最终留在观众脑海中的 却只是一个女版王祖兰的江湖名头 这个标签 虽然带有一定的趣味性 却未能完全展现出任敏的个性和魅力 然而 人生总是充满了转机 在剧播完后的沉寂期 任敏终于遇到了她人生的造型 那是一次美丽的蜕变 也是她演绎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诗画中国》这个节目中 姚妈的化妆师 那位被誉为圣首的高人 对任敏的形象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经过这位化妆师的精心打造 任敏的形象焕然一新 她的妆容温婉大气 透露出一种国泰民安的宁静与和谐 那种从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让人不禁感叹 原来任敏还有这样的一面 果然 这种偏正同古典的装造 仿佛是为任敏量身定制 它不仅凸显了她的气质 更让她原本的特色得到了升华 任敏在这份装造的衬托下 仿佛穿越时空 成为了古代画卷中走出的美人 她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女版王祖兰 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的女演员 这次的造型改造 不仅让任敏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得到了重塑 也为她的演艺事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她用自己的变化告诉世人 一个演员的魅力是多面的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就能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任敏 这位曾经的女版王祖兰 如今已蜕变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古典美人 而且央视化妆师很会根据任敏的扁原脸来设计发际 垫了发包 高罗继把她的脸拉长了 显得下半张脸更轻盈 色快素颈 两缕游须遮盖额头两边 减少亮感凸显眉眼 有头包脸效果 显脸小 妆容但勾勒五官 握残放大眼睛 眉毛眼线拉长配合舞蹈勾勒清冷高洁的折线气质 少修容 淡化大鼻子 更显得清淡出尘 真不愧是央视老师弄的装造 当然 还有一点就是人敏瘦了 体态轻盈了 穿起汉服来才能娃娃鸟鸟 古装不仅是造型美 也是气质美的体现 尽管人敏不是很符合大众审美的那种美女 但要是古装装造合是依然很有韵味 这个造型很美啊 而且打光也给力 柔光把脸部线条照得柔和化 模糊唇部和鼻子线条 衬托得她少了落地感 多了唯美轻盈 清婉之字 唯师化描 绰约拼婷 她就适合高颅顶的发型 因为脸太扁平了 颅顶要高她才能好看 不过她的脸很有故事感 艺人分饰两脚很有倔强 破碎 柔和 古典的气质 适合质感古装剧 可惜现在的古偶都是快餐恋爱剧 人设都太单一流水线了 造型都是 演起来清一色的摇头晃脑 还容易自废武功 废掉观众缘和演技 娱乐圈如同一个璀璨的星河 美人如云 让人目不暇间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相貌似乎成了衡量一个艺人价值的重要标准 然而 我们都知道 相貌是爹妈给的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人敏在这个美人堆里 或许先天条件并不突出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要拿自己的短处去碰别人的长处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 人敏何必过于在意自己的外貌呢 毕竟 外貌并非决定一个演员命运的唯一因素 与其纠结于无法改变的事实 不如将精力投入到演技的深耕上 一个好的演员 并非仅仅依靠外貌取胜 而是凭借扎实的演技征服观众 当人民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让观众产生共鸣 他就能摆脱外形的束缚 因为在他精湛的演技下 角色本身就会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正如那句老话 好看的皮囊千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人民只需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演技 让角色活在观众心中 就能赋予角色美貌和魅力 这样的演员 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上上策 他们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彩 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沉淀 愈发散发出迷人的韵味 人民只需坚信 只要演技到位 角色就能深入人心 他就能在娱乐圈这片星空里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而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演员 最应该追求的价值所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